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南市安南居安清路余温两年前遭违法清倒废弃物及焚化炉底渣,当初渗出紫色墙碱水,浓于用地遭严重污染,迄今已两年了气味清除。 最近大雨,焚化炉底渣因雨溶出,余温成了惊悚的咖啡色。 环团嘲讽这是台南特产的猪血汤,质疑台南市清除效率太差了,任由于温遭污染。 环保局则表示,焚化炉底渣含有铁金属,下雨会溶出咖啡色,并非异常。 过一段时间,氧化后就会恢复正常。 今天下午,到现场勘柴时,余温水色已无明显差异,pH值偏减,但并无其他重金属。 至于,为何尚未清除? 环保局表示,应该按目前还在法院审理中,其他地方已无争议处已进行清理, 但安清禄这一处总量约3.5万公吨,除以清理的1.05万公吨外,其余2.45万公吨因业者的责任归属尚未离清,而无法清除。 中华一世科大副教授黄幻章表示,于天室土壤的照妖镜,你在余温埋入什么? 他会回应你什么? 安清禄两年前遭非法倾倒的焚化炉底渣,气味清除,而台中市的焚化炉底渣污染都已清除了, 而且连埋在凹洞的也有挖除了,台南的这些焚化炉底渣到底何时可以清除? 台南社大环境小组研究员朝瑞光则批评,台湾的废弃物在利用, 环保单位针对废弃物在利用是以判定废弃物有毒没有毒的标准, 来认定,而且不管使用方式,使用行为,没有其他标准, 也不符合环境及使用目的之品质标准,法律管制松散,漏洞一堆, 完全进步其老天爷及人民的检验。